这才是真相 买不起房 娶不起老婆 养不起孩子 生不起病 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状况 网上那些挤暴警惧的 只是14亿人口当中的特殊群体 据央行统计 目前人均存款是55,000元 看着不少 但80%人存款都不到15,000 中国家庭收入80% 都是用来买房子的 中国人的债务与收入比 已经从十几年前的35% 上升到了现在的86% 人均债务达到了13万上下 大家在手机上看到的 豪车别墅洋房 那都是债 至于那些年入百万千万的人 不是没有 只是少之又少 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很多女孩找对象动不动 就要求男方月收入一万两万的 这都是幻觉的偏差 据统计月入过万的人不足3% 2020年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只有两万七千五百四十元 每个月两千多 80%的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三千元 这才是真相